缘分不分早晚只为等你而来 欢迎收看由专注种植芽的国建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为大家伙介绍的是家住白山市的刘燕刘大姐 刘大姐今年49岁了 20多年前呢她离了婚 大姐说她本打算这辈子就这么过了 也不想再找了 直到不久前啊 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了一个人 这个男人的出现让大姐有了心动的感觉 让单身20年的她终于有了再婚的渴望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刘大姐的身上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咱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哎姐 今天晚上可热了 今天天天热 你看昨天就下雨 啊咱们是 昨天有台粉 这是咱们的母亲吗 对 一起住 刘燕49岁 国企职工 工资2000到3000元 婚姻状况 离异 居住地 白山市 住房情况 与母亲同住 自己的房子 红娘一进屋就看到了刘大姐的母亲 刘大姐说自己是离异的 自打离婚后 母亲便过来给自己照顾孩子 这一住啊就是二十多年 咱们之前丈夫的性格是啥样的 我觉得 就是那种 暴躁型的 暴躁 说到自己的离婚原因 刘大姐只是说前夫性格暴躁 而且对自己和女儿都不关心 这让红娘也有些无法理解 而这时一直在屋里坐着的老母亲 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前夫重男轻女 就因为自己生的是女孩 所以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前夫一次都没有照顾过孩子 更是在刘大姐坐月子的时候 经常发生争执 为了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刘大姐一直忍气吞声 可是刘大姐的忍耐 并没有换回丈夫的理解 丈夫竟然做出了 伤害自己亲生女儿的举动 就我家孩子那么小的时候 那个小孩就在那 拿着遥控器玩 那小孩那么小 他就会啃东西 就把那遥控器 可能是就用那个拖液 就进那个遥控器里面 就是那箭子里了 把这个遥控器进去之后 可能就短路就失灵了 他就能扯得把这孩子要掐死 就这么个人 就自己亲生孩子 对 就是这么回事 作为一个母亲 出于保护孩子的心理 刘大姐决定 宁可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也要保护自己的女儿 于是刘大姐毅然决然地 跟前夫李易的婚 那就是咱们这么多年 是大爷多大的李易的婚 小孩 咱大概是多大的李易的婚 二十 二十七吧 二十七个的话 那一直没说再找人 没有 不想 我不想找 就是 一心一 就是那个什么 三把挣钱 把孩子扶养大 就那个什么 就完成任务呗 独身二十多年 只为了给女儿抚养成人 现在女儿也已经工作 而刘大姐也报名了咱们节目 而原因是因为她看到了 家住东风县大阳镇 平时爱干净的苏文 苏大哥 什么 我就 就是因为在电视看那个嘉宾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人挺踏实的 感觉他那个 哪个大哥 就是有一期叫那个苏文 苏大哥 对呀 我觉得这些人好像挺踏实的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 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因为他说那句话 他说的 那个 我找媳妇不需要那个什么 那个他挣钱 那个我能找媳妇我就能养起他 我就觉得这个 这是那个男人的那种担当 主要你找对象的话 一般男人都得养活 你 就是说你有没有工资 有没有老板 设法老板 这是 嫁到哪 就嫁到哪 你男人都得管 就觉得这个话说的 就是挺让你自己 挺感动的 对 对 是 我虽然是说 我不用别人那个什么 那个负担什么 但是我觉得 那你 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 就是说能体验出 这个男人的那个心胸 能体验出这个男人的那种 那个责任感 担当 他们的时候 有个大姐想要他 就是想有体验 对 对 我就是 有点特性向你 特性 什么不能说 其中度我这种地儿 我不吃那样的 鸡粮也要干净一些 鸡粮也要干净一些 那你就拿水算一下 也能吃啊 有的鸡 咸挂着 从地里摘下来 骂着骂着吃 这一般都是 地里的耗子 那个咸挂地耗着 那水跑啊 它都能碰着 都放了 虫着 你想想 那我觉得 我觉得干净不是毛病啊 那我也 那我吃水果 我也得洗 就是说是那个什么 那床那平时 不也在整 干干净净的吧 那我觉得 这都很正常 我没觉得 我没觉得 它是有毛 就是一种洁癖 我觉得很正常 我就觉得 那个什么 我觉得 我很想见一下 这个家庭 就这么回事 因为苏大哥的一句话 让二十多年 没找的刘大姐 有些心动了 但现实问题 还是存在的 这白山和辽园的 距离差距 和大姐从未去过 农村生活 都是需要 双方考虑的问题 那你看它是辽园那边的 那个咱是属于白山这边 这边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不算远的 觉得不算远 对啊 你看比如说是说 像那个 我那年 我退休之后 我在哪边都可以啊 在哪边都行 对啊 完全可以 也可以去那边生活 对啊 咱在农村待过吗 我没在农村待过 但我挺喜欢这种生活 挺喜欢这种生活 天天生活的就是 那个什么 那个 我在这边就是没有地什么的 如果有地 我可能 我可能也可以过那时候了 也可以啊 嗯 对 因为我看咱们大姐也喜欢 就是亮那些菜啥的这些东西 对 就是那个山上的那种 那个什么 泼不定 我自己去踩的 然后那个什么 晒的 也是喜欢这种生活 是不是 对啊 那就是真 再一看过那个苏大爷的吗 就是说 大姐觉得 爹大哥不错 那个大哥 你见过吗 他给你看过节目啥的呀 就是 他家农村那个 对对对 哎呀 我看见了 他 他想中了那家的生活了 嗯 你看了吗 我怎么没注意你看 我忘了 那 看了就是这样 他是农村的吗 对对对 你只看见那人了 觉得咋样啊 我脚挺好那样的 你脚挺好啊 觉得 觉得哪好啊 我脚的那样啊 嗯 好像性格好 性格挺好的觉得 挺沙凉的样 嗯 距离远和去农村 在刘大姐眼里呀 根本不是问题 而苏大哥家的田园生活 更让刘大姐觉得十分期待 而对于刘大姐来说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他择偶中 必须达到的 那个别得孝顺老人 嗯 因为我有个老妈 嗯 就是必须得带着他 对 必须得带着一起生活 嗯 刘大姐的母亲 自打外孙女几个月时 就照顾着 刘大姐说啊 不能因为自己 要找另一半了 就抛下自己的母亲 所以刘大姐 最重要的一条标准 就是成家之后 必须要带着母亲 一起生活 面对温柔体贴的苏大哥 刘大姐重新找回了 一个小女人的感觉 看着刘大姐的满怀期待 红娘也联系到了苏大哥 简单向苏大哥 介绍了一下刘大姐的情况 苏大哥决定 与刘大姐见上一面 干啥呢这是 苏文53岁 农民 工地面积 异赏四目的 婚姻状况丧偶 居住地 辽原市东丰县大阳镇 住房面积平房75平米 这个就是上次我们来到现在 节目播出以后 有没有人说找你的 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节目播出后 身边的人也没有再给苏大哥介绍的 虽然身边没有 但电视机前却有了 了解了刘大姐的情况后 苏大哥准备热情招待 即将来到的刘大姐 热情的苏大哥决定 在刘大姐来临之前 一定要为刘大姐准备六道菜 好好招呼一下刘大姐 而在白山的刘大姐 也正坐着车往大洋镇赶来 哎 你到了哪里去了 大家刚一小时了 从白山到这边 我快多少时间了 那个是十点 十点到这 一共坐了多少时间啊 现在七点多的吗 七点多 十点 坐三个小时了 我天哪 都突然的晕气了 你这人千里条少来呀 看这翻山约顶的 差点不容易啊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终于到了苏大哥家 第一家 挺好找的 嗯 而且旁边这块环境还挺好的 嗯 挺好 还是很静 嗯 这块空气啥的比较好 真的 这边真空气还挺好 是啊 这边特别适合 就是咱们 所以说再大一点 玩在这边就是 生活 玩年下的 走这个门 玩还得进这个大院 这个黄房的 就是大哥家 玩旁边就是隔壁家了 嗯 嗯 你看这部楼对比 你这种感觉到这边 确实挺气派的 觉得还挺 嗯 走 咱进去看看去 大家这个从后面走 哥 哥 哎 哎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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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一下 这是苏文苏大哥 刘大姐 你好 你好 大姐特意从白山 今早坐几个车车 三个老师呗 三个老师 到了东宏县 然后我又从东宏县 刚才大车从里边过来的 哎呀 不容易啊 这么老远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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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姐是在咱电视上 看着咱们大哥了 觉得咱们大哥挺老实本分的 觉得人挺好 今天特意来那个 过来瞅瞅咱们大哥家这边 那先进去 好 谢谢 走 感觉就是跟电视上 现在感觉一样的性格 还 嗯 还行 是吗 嗯 对于长 长相各方面可以接受吗 嗯 长相 不是很看这外表 不会很看这外表 你现在觉得大牌还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嗯 一般 一般 嗯 一般 长相一般 这个 不是说那个 那种大爷的那种女的 刚一见面 苏大哥觉得 没有那么有眼缘 但毕竟见面时间还短 苏大哥觉得 还是应该再了解了解 于是带着刘大姐 转了转自己的家 拿个纸盘 抽一抽 这个是冬天 在这个我自主 抗我自主啊 冬天 嗯 那一部的话 也有个抗 有个抗 是备用吧 就是一直这样来写了 嗯 嗯 扫手 也可以住 哦 这边是抗 嗯 这边是一个屋 嗯 嗯 完白 现在像夏天 你看这不会有房吗 夏天就是三六岁 对 嗯 挺好 很好啊 一半吧 嗯 大哥那人家 能洗澡啥的呢 还能洗澡吗 看一眼了 看一眼 看一眼 抽一眼 抽一眼 啊 有点水气 啊 进房间之后就 感觉跟城里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室内也有美生间 也有那个什么 那个厨房什么的 跟城里都一样 那感觉能在这边生活吗 嗯 可以 觉得可以在这边生活 嗯 一进苏大哥家 刘大姐便看了起来 对于苏大哥家的环境 刘大姐表示非常满意 而在之前 苏大哥就和红娘说 准备了六道菜 煎到刘大姐后 苏大哥也主动提出了自己早已准备的饭菜 这大哥是做饭了是不是 做饭了 嗯 现在就 就差 再炒俩 再拌俩 做几个菜呀 六个菜 做六个菜呀 嗯 哎 在哪呢 我从来看的呀 看啊 那个锅里 锅里还不太大 嗯 就是 办那个 先炒的蛋糕 我今儿有个 炒鸡蛋这个 先炒嘛 啊 那你做好的有吗 做好的有啊 锅里 有在哪儿啊 来 看这大哥的手艺 这就是 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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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不错 这啥 这是鱼 排骨 这个 四叶藏 四叶藏了 嗯 大叔的做饭了 看一下 做的不太好 哈哈哈哈 会说大哥做这种炖菜和鱼啥的吗 这个会 这个会呀 嗯 没事我会做 哈哈哈哈 大哥说他回做 感觉就是大哥进来的时候 又 你看进来就给你炖好饭 炖好鱼啥的 感觉咋样啊 感觉挺温暖呗 挺感动呗 感觉挺温暖呗 对于苏大哥提前准备好饭菜 刘大姐表示十分暖心 看着苏大哥自己忙活着 刘大姐表示啊 也想帮帮忙 那什么筷子什么都干哪儿呢 不知道呀 帮忙活着 这底部 快点 快点 大姐是苏 older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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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满 刷了吗 就刷了 看来刷了 再刷了 说不定了 来打一个 我刷了 咱们大姐 拿一个 这平时就用电视炉呗 你瞅你 你瞅我三姐 三姐淡掉 我不太熟悉她家里的环境 那平时在家也会做这个 会做 大哥要辛苦 后来说 我才大哥太辛苦了 自说三斤骨 这会来事的 就是二等年年 挺为我着想 就是能想到对方 不出事 做饭都无所谓 她说不会做也没事 这个都没有事 虽然这忙 刘大姐是没帮上 但刘大姐还是表达了 自己对苏大哥的感谢 这让苏大哥觉得 刘大姐是个会来事 而且不自私的人 瞬间好感倍增 这饭也是慢慢的端上了桌 想着两个人还没介绍过自己 侯娘提出让对方互相了解了解 这俩人这竟忙到晚都没介绍介绍 都不太熟 因为我在电视看过大哥 就感觉挺忠厚的那个老师 就挺踏实一个人 踏实一个人 就听大哥那个什么 说话绕刻 感觉这个人就是 挺本分老实的 这聊了一会儿了 平时很爱干净的苏大哥 也问出了自己觉得很关键的问题 你也要讲为什么 还行 还行啊 不是说想腊肠 就是那种女人 挺腊肠的那种 不是吧 不是那种 现在没有埋态的人 我觉得 啥要说买的呢 哥 你说的埋态 就是的 怎么埋态 吃什么东西了 也不洗手了 或者东西 踏肚子丢 就 不管不就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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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不就吃了没病 就是那种 我不但上那种 有的人说 买也没事 不管不就吃没病 我不但上那种 如果你要是那种 再洗的话 那就不行 那是合不了 那合不了 我必须得尽量干净 但是今天这个鸡蛋 今天洗了吗 洗了 皮儿洗了 吃鸡蛋之前要洗一下鸡蛋 皮儿洗完 洗两边 往后手紧上 那个 那个 吃手紧上 我如果要是炒的吃 我就不用洗 我如果是煮的吃 我就洗一下 如果炒的吃 皮儿 你当消息 下蛋的皮儿 都脏了 我炒的吃 因为直接就打了 你打那个皮儿上 炸的东西 掉那个鸡蛋里的吗 比如说 如果是那个皮儿 那个什么 那领上太脏 你洗一下 不脏我就不用洗 那有的不脏 你看着不脏 其实它也 在鸡窝里头 它也埋它 没有问题 没打见到你这个层 对啊 你没有那么 做得到位 所以 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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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面吧 它得 它得 嫌我学习 大爷 你能接受吗 可以接受吗 以后 吃给大家 洗一洗 能接受吗 能接受 那点小事的话 如果俩在一起了 不能接受 那您 那就没啥过了 挺好的 挺好的 对于它的那些 各方面来的 你都能接受 是不是 嗯 说得挺好 没感觉它 对我什么特性 反感 我因为它 没反对我干净事 你是 它是离婚的吗 对 离婚多年了 好多年了 主要原因就是 我 我家是女孩 她不太喜欢这个 女孩呗 好像是对 对孩子 对我都特别不好 嗯 有家暴 那个行为 所以说我就 一然决然的 就和她分开了 嗯 之后 这这么多年 你没遇到一把 对 一直没想成家 就是 我家孩子 这是 才那大学毕业 嗯 一直是不养孩子 嗯 家里 有了老爷 对 有一个老母亲 一直跟母亲一起生活 那如果比如说 跟大哥成的话 你是会把母亲一起带过来吗 会啊 如果 如果是能成的话 就是 必须跟母亲一起生活 嗯 带来 有个老爷 肯定你得 给你增加一些负担 在你2014年当中 肯定 能能给带来 看着两个人聊的都不错 但在刘大姐提出需要带着母亲生活时 苏大哥心里泛起了担忧 那两个人的相亲 还能否顺利吗 广告回来 咱接着看 我单身就是我母亲那个什么 一直帮我带着孩子 我家孩子就是那个什么 从小就那个 刚刚出生 一直到现在都是我母亲帮我带大的 就是现在我家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 就是对母亲的一种感恩回报呗 就是我必须的那个什么 跟我母亲一起生活 是有了 咱里面的现实 有的话 如果我和他有缘的话 那带来我也能接受 能接受 能接受 这点是老爷子三里为的 你要老爷子不养活你 谁养活啊 照顾母亲 把母亲带过来 也算你所当然 这话挺让我感动的 就是说 如果是说作为一个心理善良的人 这个他说的是必须得孝敬老人 说是那个什么 那个如果不跟母亲一起生活 那老人谁来抚养啊 这句话真挺令我感动 能看出来苏大哥对刘大姐逐渐增加了好感 这闹着闹着呀 苏大哥主动提出自己还有写诗的爱好 来给自己加加分 我这写阿伯代寿司 就是帅子做事还是写 做了呢 做正式的内心处理 有些比较惆怅的 还有一些对生活的 一种态度的 就是 多方面的事吧 就对生活挺有感悟 那种 寂寞的 因为寂寞时候也学习 大哥是什么学历呀 我就是初中第一 就爱好的 就像爱有年爱我抽烟 然后打麻将 这就是 这种就是愿意 这是一种兴趣的爱好 对 大哥最满意的一首诗是哪一首啊 我最满意 一首吧 比较 我原来比较 比较的惆怅的 就是在寂寞 寂寞忧伤的时候写的 嗯 这个你愿意听吗 愿意听 你可曾在夜里忧伤 可曾 你可曾在孤独时内淌 可曾有远弱 困惑迷茫 可曾真心的祈祷 扔不见曙光 茫茫阴海 天涯海角 谁能温暖我的心房 随时我的夜不再泪水汪汪 这个当时的确实有那种 当时比较痛苦的时候 要写不来的 挺感伤 嗯 对 比较痛苦的时候写的 这个是上偶以后就是写的 对对对 这是03年写的 我上偶是 00年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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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了 20年了 嗯 你是否挺苦 有没有挺苦啊 上我20年了 20年了 他写了一多年了 也能20多年了 一到二 嗯 二十来年 同名相连 同名相连 你们都是那什么孤独的人嘛 从那苦中走过 嗯 他能 和我的心 就是因为他经历过 和我能有 有不少共同语言 两个孤独的人在一起 才能抱团取暖 这个经历 可算是说到彼此的心里去了 眼看着各个方面 现在都还合适 苏大哥主动问起了 刘大姐工作的问题 可这一问 苏大哥明显有些坐立不安了 这是咋回事呢 广告之后相亲继续 我对感情非常感应 我后半生很幸福 感谢 别来不晚 给我找到了后半生的幸福 找到了后半生的伴侣 原来不晚 心态一重备 希望能温暖你们的女生 幸福一辈子 谢谢 原来不晚 我们结婚了 耶 结婚快乐 那个什么工作 我是国企工员 怎么 你具体做什么工作 国企工员 具体做花言员 做办公司的 不是做办公司 工员 花言员 现在医院能开多少钱 两千两块钱 大姐是有双包的是不是 嗯 有了 以后退休现在任 你大概啥时候能退呢 明年五月份 明年退休大姐能开多少钱啊 我觉得三千两块钱吧 那个 我的条件肯定不如你啊 这个 没有双包 我的状况 静静一年三万六千 三万六千 那个 基本上我能保障 就是 就是种地 地 还有点 别的收入 加一三万六千 就是 如实来说 就是一般化 嗯 没有 那如果 不那个什么 不中地啊 不中地的时候 干嘛 不中地 打工呗 就得呀 你不打工 你把这不中地 你指啥呀 嗯 记得有点 我是 就基本上 我肯定保证 就是 你一方 一文钱没有 就是 到我这来 就是 基本上 咱不能说太好 就是 过农村的 中等上等 就是中等 中等 生活能达到 这个 这方面 你还挺介意吗 就是 收入平均少 条件不 不介意 不介意 苏大哥表示啊 也许自己条件 没有刘大姐好 但是也一定会 好好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 给刘大姐 好的生活 而刘大姐 被苏大哥 这一番话 也再一次打动了 这聊了一整天了 苏大哥和刘大姐 也做出了 最后的选择 这画面真的是太温馨了 相信从今往后啊 苏大哥的诗 也能写点欢快的了 这不嘛 相亲没几天 苏大哥就去白山 刘大姐家串门去了 跟大姐的老母亲呢 也一起吃了顿饭 老人看见苏大哥 也一直在夸 姑娘有眼光啊